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 黄金百元的每日交易指南 今天是2024年的9月9号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 其实没有什么数据 通常周一周二都很少数据 但是这一周的话 又有一个重磅数据 所以今天周一的话 基本上是承接上周五 非农数据所遗留下来的行情 这个为主 大家要顺势而为会好一点 那么这一周呢 在9月11号 也就是周三的时候 会公布美国的CPI数据 这也是9月19号 美国降息之前 最后一个重磅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是这一周核心重点 请大家多多的关注 周三的一个行情 今天晚上呢 会在10点钟 会有美国7月份的 批发销售月率 还有23点呢 有这个8月份 纽约联储 一年期的一个通胀预期 好那么这一些数据呢 可以看一下就可以了 对行情影响不是很大 我们就看一下 目前有什么基本面 只能我们关注 那基本面方面呢 我们今天也快速过一下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 没有很多很重磅的 这种基本面 或者说这种事件发生 没有 首先看第一点 就是这个耶伦呢 出来啊 耶伦表示呢 美国仍然走在经济 软着陆的一个路上 周六时候呢 这个财长耶伦呢 表示啊 美国经济依然强劲 仍然走在软着陆上 衰退的红灯呢 并未闪烁 也就是为这个美国经济 把很复杂之后站台 其实他这个言论的话 至少在这两年里面 都是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只讲这个事情 我们看一下耶伦还 透露了什么观点啊 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他现在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是就业方面的下行风险 那耶伦都说啊 自己很关注就业方面的 下行风险 那就足以说明 现在美国呢 存在就业下行的风险啊 所以这个点 我们要多多关注 那既然有就业下行风险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未来啊 美国后续所公布的一些 就业数据呢 可能没那么好了 另外耶伦还表示呢 尽管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后 重新开放的招聘狂潮 相比啊 此前就业增长已经放缓 但经济正在深度复苏啊 基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他们认为呢 每个月新增14.2万就业岗位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速度啊 也强调啊 反正4.2失业率呢 仍然是相当低的 这个失业率的话 的确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点 但是4.2的一个失业率呢 整体还是有点偏高的 最好去到三点几呢 才是最最最最健康的 那么关于这个耶伦呢 我们在上期的节目也讲过 这个耶伦一出来的话 黄金经常会下跌 为什么呢 因为耶伦一旦出来啊 基本上就是出去化缘的 去搞钱的 去做一个缓和的 对吧 而且近期呢 有消息透露出啊 这个耶伦呢 要与中方啊 再次接触 要来做一个缓和 在这种缓和的趋势之下呢 这个黄金啊 总是会出现一个下跌 虽然说没有什么证据啊 也没有什么逻辑 也没有什么理论啊 但是这个耶伦出来了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统计呢 大部分这个黄金呢 都有一个下跌 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下面快速过一下 其他一些基本面 首先看第一点啊 就是这个 以色列的内部压力激增啊 大型的抗议已经持续一周啊 世卫人数再创新高 你看这个以色列 现在的套路熟不熟悉 非常的熟悉啊 从外到内 世卫游行啊 再到一个什么 大幅的动乱 最后呢 要换内阁 换这个高层 但是现在处于暂时状态啊 所以这个以色列换高层的概率 应该不是特别的高啊 世卫移植在持续的话 会有很大的这种变动出现 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啊 这个美国可能搞不定外部啊 自己又不能亲自下场 那就把以色列内部呢 给他搞 那就搞以色列的内部啊 让他内部出现很大问题了 出现不断的让步啊 以挽回啊 自己的一个面子 也挽回这个中东 当前那个局势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 铁矿石期货的价格 跌破90美元啊 这个铁矿石期货的价格呢 不是我们国内一个价格啊 是国外的一个价格啊 新加坡铁矿石期货价格啊 周一时段跌幅高达2.3% 每吨89.6美元啊 是2022年11月以来啊 首次跌破90美元大关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项目 没有那么多事情去做的时候 这种基础性的矿石价格 持续大跌啊 就能反映出经济不怎么好啊 所以呢 最近的一个 所以这个经济不好啊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 很多朋友也有在说啊 现在就业不好啊 各种不好啊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大哥现在全球都在打仗啊 你看有两个地方在打仗啊 有几个地方 这个高层政治都在动乱 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好呢 所以这个大环境 也是有影响的 最后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呢 动荡啊 堪疲比特币的两倍啊 这个英伟达呢 在本周啊 增发了多少 4060亿美元啊 就上周啊 增发了4060亿美元 这个英伟达呢 是AI的一个龙头 龙头中的龙头 那么现在英伟达能够持续的下跌 明显这种大跌 暴跌出现的话 就足以说明这个英伟达呢 已经有空头介入 这个AI的潮流呢 开始退潮 如果说你有做AI相当股票 即时的退场了 因为AI呢 这个日度啊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过去了 下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本股市呢 再次暴跌啊 今天一开盘呢 跌了3%啊 收盘失去到2.7% 这个日本加息 以及这个美元要降息 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呢 这个日本的股市啊 就会成为一个牺牲品 这也是我们很久之前的一个观点 一直讲都是这个情况 这个日本股市呢 我们认为还要下跌 什么时候这个加息的口风啊 或者说这个美国的降息的预期 大幅的下降呢 这个日股才有可能 真正的出现一个反弹 那目前去看呢 这两点的趋势呢 不会改变啊 这个日本股市呢 还要持续的下跌 跌的时间 我们认为还会比较长的 下点就是苹果呢 将会发布新的一个iPhone 那么这个苹果的话 我们没有想讲它呢 因为它发布这个iPhone 如果是没什么亮点的话 苹果股市 苹果的股票是不是会下跌 苹果的股票暴跌 再加上因为它暴跌 那么这个科技股就会拖累 美股的一个上涨 这个美股今晚上 就很有可能会下跌啊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个美国发现 首个为接触动物而感染的 禽流感的一个病例 也就是说人呢 现在呢 你哪怕不接触啊 也有可能发激瘟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目前只能做一个观察 但是呢 作为个人投资者 或者尽量看新闻朋友 这些消息还是要多多记一下 持续的关注类似的这种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面 可以看到今天基本面呢 没有很多啊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交易的 特别是帮助我们去做 黄金百亿交易的一个新闻 或者数据 建议大家呢 顺势而为啊 比如说黄金现在是跌的 那尽量以空为主 原油现在是涨的或者跌的 顺势而为啊 周一走这个路线 大概率不会错的 他们进行基础分析 我们用K线法交易系统 给他去做一个解盘 说像我们在黄金啊 黄金呢 其实现在呢 很难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点 根据我们的法则呢 它会下跌 会看跌到什么位置呢 看跌到2473附近 是我们法则第一个目标 最大的一个目标 大概在2448 241 这个区间是我们法则的目标 这个2473的话不是法则 是这个平台的一个支撑 2484才是我们法则的一个目标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黄金呢 现在这个矩形是不是很明显 也就是它要在这个区间呢 很典型的横盘啊 百分之百的这种横盘的逻辑 横盘的格局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这个黄金能不能破这个平台啊 倒是往下还是往上呢 还是在这个位置重破上去呢 没有人知道 走这个箱体运动 那既然它走箱体运动的话 建议大家是低膝高抛为主就可以了 现在很难给出这个明确的大趋势方向啊 你想去布局多单啊 布局空单啊 现在呢不建议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那么在神物图里面呢 你看早盘出现一波下跌 说明这个黄金呢 今天对2500这个关口呢 是有反应的 也就是对这个价格破位呢 不太认可 所以今晚上这个黄金的话 想要看大涨 必须要站稳2500才能够看大涨 而目前的建议大家可以围绕2500呢 继续的做空这个黄金呢 止损的放在2500以上就可以了 原油在神物图里面 根据我们法则会涨到69.5附近啊 这是法则的一个目标位 这个原油在神物图里面 其实根据我们的法则 我们是会看跌到66.8和66这个价格附近的 也是我们法兰夫讲过一个点 并且68呀 也是我们之前法则讲的一个点 对吧 你看有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我们认为还不足以啊 让这个原油真正的一个大涨 你看这种直线向滑的行情里面 这个原油啊 想要真正的大涨的话 是不是要有一个筑底 或者要有一个突发的事件 那么现在突发事件有没有 没有 欧佩克应该说要真产的 有没有真 没有真 其他一个基本面 铁矿石也是暴跌的 什么经济不太好 所以这个原油啊 现在我们认为 它往下跌的空间不是很大了 但是你不能够去布局 波段的一个长线 比如说这个位置啊 怎么样你要等它有一个横盘 筑底啊 这种默默唧唧的行情出现以后 才有可能大涨 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转性的大涨 甚至默默唧唧过后呢 还有可能跌破 继续往下跌 因此这个原油啊 我们的判断就是 会在70和66之间呢 走一段很长时间的横盘 70以上呢 近期很难看得到 66以下呢 也很难看得到 所以你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DC高抛啊 大胆的DC高抛 快进快出就可以了 不要去考虑大波段啊 现在不适合做大波段 那么今晚上呢 可以注意一下69.5附近的做空 下面看一下这个白银啊 白银呢 在上周五啊 跟着黄金出现一波下跌 那既然黄金现在我们也不能看明显的一个大涨呢 这个白银的话 依然如此啊 你注意一下这个平台 还有上方的这个阻力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横盘啊 这个概率会高很多的 因为今天毕竟没什么重大数据 也没有什么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啊 就DC高抛震荡为主 想破这个平台的话 今天应该这个功力是不够的 在生活统领域这个白银呢 上方的阻力是在28.4附近啊 能到28.4附近呢 可以去做空这个白银 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元啊 美元你看这是我们之前说给的一个法则的位置 100.78 100.69 对吧 上周五给的 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 大涨反弹震荡 那么现在呢 它能够持续的突破 就说明这个美元呢 还要去寻一个更高的一个阻力位 那么在哨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法则啊 这个美元呢 已经涨到位啊 就哨图这个上涨的法则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阻力位 就是101.6 101.5 这个区间是法则的一个阻力位 既然如此 那就说明今天晚上这个美元的话 很可能就在做一个震荡 想说大涨的话 今天晚上这个美元不太可能啊 不太可能 至少说我们在信号上没有看到 那今天晚上美元交易就比较简单 101.7可以做空 101.3 101.4 这个区间可以买涨 DC高抛 快件快出为主 目前这个美元还看不到暴跌啊 虽然说在法则上已经走完了 但是这个起点K线还没出现 所以我们耐心等待啊 看一个震荡先 好 以上就是我们K线法交系统 带来的解盘信息 想要学习K线法交系统的朋友 欢迎大家教我们一正经营的会员 那么今天的节目整体 可以看到了我们都是偏震荡为主 但整体而言呢我们的总思路是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们更多交流 我们下一集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